刷牙想吐!做四件事还未改善,小心未溃疡,未癌。 不良习惯?No,一,牙刷刷头过大。 除了刷牙时嘴张过大会让人想吐之外,牙刷刷头过粗时往往会在刷舌头时压迫到舌根后方,长期下来口腔就会对异物入侵产生排斥。 有这种情况的民众可以更换成刷头细小,能一次只刷一颗牙的直牙护理牙刷。 不良习惯?No,二,牙膏口味刺激过强。 由于市售牙膏种类繁多,为了鼓励民众刷牙,厂商们会开发各种口味的牙膏,但是少数味道其实会过度刺激喉咙而造成反胃。 这样一来不但刷不前镜,更有可能造成口腔受损,日本牙医工会也因此建议民众使用无味牙膏刷牙。 不良习惯?No,三,刷舌头的方向不对。 除了牙刷刷刷头过大所造成的刺激之外,如果刷舌头的方向不对,也很容易导致牙刷刷头刺激到咽喉部。 日本牙医工会建议,以小区块纵向垂直的方式去刷舌头根部,才不容易戳到喉咙深处。 不良习惯?No,四,抽烟。 由于香烟中含有质来物尼古丁,尼古丁本身在进入体内时就容易令人反胃,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始抽烟的人常常会呛到的原因之一。 而且尼古丁会使喉咙的黏膜变得潜躁,甚至是引起喉部过敏进而并发各种呼吸道疾病,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例,也建议民众尽早戒烟来改善口腔健康。 除了上述的四项不良习惯之外,平常也可能因为早起空腹或者是宿醉等状况而出现刷牙时潜偶,但是日本牙科专家雄古之大也提醒。 刷牙时容易潜偶也有可能是因为以下几种疾病,若发现改善生活习惯了,潜偶症状却没有减缓,就应该要就医观察是否罹患了这几种疾病。 胃时到逆流 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 胃疡 轻微的慢性已脏眼 嘵 嘵 肝眼 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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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秘 最后熊骨之大也提醒 训练小孩刷牙时也很容易因为小孩本身排斥而出现前偶症状 这大多数是因为心理作用所致 一般状况下家长其实无需太担心 不良习惯 1.牙刷刷头过大 除了刷牙时嘴张过大会让人将吐之外 牙刷刷头过粗时往往会在刷舌头时压迫到舌根后方 长期下来口腔就会对异物入侵产生排斥 有这种情况的民众可以更换成刷头细小 能一次只刷一颗牙的直牙护理牙刷 不良习惯 2.牙膏口味刺激过强 由于市售牙膏种类繁多 为了鼓励民众刷牙 厂商们会开发各种口味的牙膏 但是少数味道其实会过度刺激喉咙而造成反胃 这样一来不但刷不前进 更有可能造成口腔受损 日本牙医工会也因此建议民众使用无味牙膏刷牙 不良习惯 3.刷舌头的方向不对 除了牙刷刷头过大所造成的刺激之外 如果刷舌头的方向不对 也很容易导致牙刷刷头刺激到咽喉部 日本牙医工会建议 以小区块纵向垂直的方式去刷舌头根部 才不容易戳到喉咙深处 不良习惯 4.抽烟 由于香烟中含有致来物尼古丁 尼古丁本身在进入体内时就容易令人反胃 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始抽烟的人常常会枪到的原因之一 而且尼古丁会使喉咙的黏膜变得前噪 甚至是引起喉部过敏进而并发各种呼吸道疾病 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力 也建议民众尽早戒烟来改善口腔健康 除了上述的四项不良习惯之外 平常也可能因为早起空腹或者是宿醉等状况而出现刷牙时前偶 但是日本牙科专家雄古之大也提醒 刷牙时容易前偶也有可能是因为以下几种疾病 若发现改善生活习惯了 前偶症状却没有减缓 就应该要就医观察是否罹患了这几种疾病 为时到逆流 胃炎 胃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 胃炎 胃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 胃胃疡 胃疡 胃疡痪 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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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炎 便秘 最后熊骨之大也提醒,训练小孩刷牙时也很容易因为小孩本身排斥而出现前偶症状,这大多数是因为心理作用所致,一般状况下家长其实无需太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